大家好,大陆无人机骚扰金门这个事件 现在有了最新的发展 今天金门守军终于开枪了 那么这期节目我把这个消息当做一个快据 来给大家通报一下 那么我现在手上拿的是台湾一头条的一个新闻通稿 我觉得他这个稿子写的还是很全面的 我先把这篇稿子跟大伙一块来分享一下 这个稿子的题目叫 蔡英文下令后金门二胆守军开火了 国军实弹射击驱离入侵中国无人机 中共近期频繁以民用无人机近距离侵扰金门等防区 蔡英文总统今天30日下令 国军应适时采取强力措施反制中共无人机 金门防卫指挥部晚间表示 一架次无人机下午5点59分 进入二胆地区净限制水域上空 守军进行实弹防卫射击 无人机于六点往厦门飞离 金防部晚上发布新闻说 下午4点23分起 分别在大胆二胆湿雨地区 发现民用无人机三批三架次经守军射击信号弹射击后 无人机往厦门方向飞离 金防部发言人张荣慎指出 下午5点59分 无人机一批一架次再次进入二胆地区净限制水域上空 守军纪一程序实施事件 由于无人机持续盘旋 于是进行实弹防卫射击距离 无人机随后在六点下厦门方向飞离 金防部将持续保持警戒 严密监控 蔡英文今天呼吁 敌军越挑战就越要冷静 国军自我克制 但不表示国军不会反制 已下令国防部实时采取必要且强力反制措施 捍卫国家领控安全 对于台湾的二胆守军开火射击入侵无人机 民进党立委王定宇兴奋之户 That's right That's fighting right 许多网友纷纷留言说 感谢中共给我军练习的机会 必须强力反制 有网友问 不该只是去离 应该可以击落吧 王定宇强调 别急 按照威胁比例原则 按照接战程序走 台湾不是图巴路 这篇报道呢 基本上把这个事情呢 就讲清楚了 那么我看呀 今天这个禁门守军能开枪射击呀 确实是蔡英文下了命令以后 这个前线才是敢开枪的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来想一想啊 前几天这个台湾的国防部呀 确实要被老百姓骂 你国防部这些官员都是干啥的 这么多天来拿不出一个预案 最后呢 还要等到蔡英文总统拍板 要你们这些军官干啥呀 我都觉得台湾这些军方呀 也都跟那官僚也差不多 我这两天看这个台湾新闻啊 就是说台湾一年的国防预算 好像是五千八百亿 就是给这个树微部 也是批了两百亿 这些钱不少了呀 难道说就不能给金文前哨呢 派几个无人机去离弃吗 谁这个装备呢 台湾都有 警方都有 甚至一些大公司都有 但是就是不给钱先赔 那么这些钱都跑哪去了 对不对 这个里面是不是有那不作为的情况呢 况且有的台湾媒体也说了啊 你不光是军方的问题 还有这个树微部 也是拿了两百亿呀 这两百亿笔警察的经费都多了 那你不会拿出一点高科技的东西来吗 对吧 我觉得在台湾这种民主社会啊 这个老百姓能提出质疑 这个就是好的 要不然国家花了那么多纳税人的钱 结果呢 你把台湾人的脸都丢完了 人家大陆这个无人机来了几批次了 前面就没有一点点应对的措施 今天算是终于开枪了 那么还是在蔡英文拍板的情况下呀 对不对 那么假如说蔡英文不拍板呢 是不是这个事情还是这个样子呢 对吧 我前面在节目里头就说了 中共那边能拍过来一架就能拍过来两架 对不对 今天一下来了三架 你今天是开枪把它驱离了啊 那么你还要做好预案呢 那后面人家一下过来十架怎么办呢 你是把它开枪驱离呢 你还是把它击落呢 所以呢 该给前线配的装备呀 你这都赶快配过去 这个要特事特办 有的这个媒体评论说呀 台湾的这个政府呀 现在完全成立一个官僚机构 要买一个东西呢 又是要打报告又是要审核 多少天搞不下来 那么你要看看啊 这个就是战时状态呀 你还走那种繁琐的程序吗 又不是调动多少东西 从台湾调过去 几个无人机驱离器 这个有多难呢 你把这个东西调过去 才好对付别人的这种无人机入侵嘛 好在呀 这个蔡英文总统呀 我看啊 还真有点女中豪杰的样子 还真是敢下这样的命令 就是这个台湾媒体评论 你像那个国防部长 邱国正呀 这些人对立委凶的都不像傻 又是拍桌子 又是高声喊叫 结果面对共军无人机的时候 你这些大男人 你这些挂了军权的将军 没人敢出头呢 那你这不是一种官僚吗 所以今天啊 我看了这个新闻以后啊 幸亏有蔡英文总统在这拍板了 要不然还不知道 叫大陆的五毛粉红 咋样笑话呢 按照台湾国防部 这次的表现啊 我就想问一下 假如说有一天解放军突然攻上了金门岛 难道说你找不到蔡英文总统 你们就不抵抗了吗 你们就把金门岛就交给中共吗 所以你们这些国防部的官员呀 要担当起自己的责任 要有点担当嘛 要不然要你们这些部长 要你们这些将军干啥呢 对不对 那么现在呢 还没有看到大陆里面的反应啊 我们再继续观察吧 总的来说呢 我们要充分认识到中共的这种流氓习气 它不会一下就停止的 肯定还要变着发样的来骚扰台湾 所以必须要做好各方面的预案 好吧 这期短信呢就聊到这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